上周六三只樱花祭开跑 这次的活动主场第首次峰路拉到马路上进行 让三声步道畅通留给践行赏音的游客可以细细赏画的空间 也让更多的摊商能够加入樱花祭的大盛会 一块去看看 三只的樱花祭践行于上周六开走 曲工所除了特制一系列吉祥物明信片组作为践行达成赠品 还规划了市集摊位让来到现场践行的游客 不用从家中准备点心 现场摊贩种类应有今有 而众嘉宾及市议员们也来到现场 一同宣告践行仪式开始 不仅樱花盛开得非常漂亮 相信今年的农特产也会大丰收 那我们三只也非常多的农特产 像我们的西瓜 角白笋 地瓜 山药等等 都是民众非常非常喜欢的美食 那希望我们农会这一边还有农景这边 多多重视我们农友所经营辛苦 跟做的一些农特产 这个趁着这个三生步道 这个赏银的这样子的好 这个好时机 也希望我们今天出席的所有的这个 包括我们北关处 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的景观处 都能一起来再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我们三生步道 还可以创造出什么样的这个这个荣景 那带给这个居民 不仅是我们观光客喜欢这边 我们在地居民也喜欢 也欢迎我们观光客一起来这边赏银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我们去公所还有新北市政府重要的任务 市议员正代立香指出 今年活动搭配彩萝卜 这也让民众更加了解 三支农产品的多元与兴盛 而市议员正宇恩则是表示 仅至搭配农产一并来推广 未来要争取让三生步道 有更多更完整的经济发展规划 那除了建型之外 那我们也搭配很多的民意片 一些的我们的一个赠奖的活动 那我想很多民众 当然今天主要是来欣赏我们的整个樱花 那樱花的盛开也非常的艳丽 那真的希望说我们这个樱花 能够打开我们三支的一个知名度 让更多人来到我们三支来游玩 还可以见到这次的活动 竹场地也首次封路 拉到马路上来进行 如此也让三生步道畅通 留给践行赏银的游客 可以细细赏花的空间 这也让更多的摊商 能够加入樱花祭的大盛会 透过赏银渐行 将农产景致经济三面同步推广 记者有料品涵三支采访报道